它的起源就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阿裕王 据说阿裕王曾经广分佛舍离而修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 这个数字有可能是有点夸张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阿裕王时代佛塔是如何被广为修建的 而玄奘他也曾经记录 他曾经见过一百二十一座佛舍离塔 他提出这些佛舍离塔尔和蒐柄有点尖宾 也提出这些座下 lived 在那時 今天我們有一個最大的佛陀佛 塔克希拉的法王塔寺廟群非常壯觀 分為佛塔區和寺院區 中心處的法王塔頂部 原來有7層石雕散蓋 坍塌後依然有15米之高 這裡曾經是阿語王時代的文化 中心之一 500年後的桂霜時代 這裡依然繁榮 這個是公元後一二世紀 桂霜時代的佛塔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塔基是方形的 而就在十幾米外的旁邊 就是一個阿語王時代 在公元前四世紀所修建的 阿語王的佛舍利塔 它的塔基是圓形的 相隔也就是十幾步的距離 但是卻隔著500年的歷史 阿語王統一了印度次大陸 它包容與和平的教義 巧妙地成為了治國和外交的文化力量 它在《詔書時刻》上 關於佛陀的描寫 讓這位2600年前 軸心時代的人物 施加牟尼 從史籍和經文中走了出來 佛教早期的阿語王時代 反對偶像崇拜 在佛陀滅度之後的500多年時間裡 一度沒有任何造像 而腳印 帕陽倫 菩提樹 還有佛塔等等 就成了象徵性的符號 阿語王之後 佛教在古印度逐漸被其他宗教所取代 但是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北部 卻開出了芳香的花朵 這就是《尖陀羅佛教藝術》 梵文中 尖陀羅的意思是《芳香之地》 尖陀羅跨越了從公元前三世紀 到公元後八世紀近一千年的時間 覆蓋了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地區 真正使尖陀羅藝術達到鼎盛時期的 是來自中國的大粵之人 他們創建了貴霜帝國 貴霜人融合了希臘文化 塑造了最早的尖陀羅藝術造像 高挺的鼻梁 深凹的眼睛 卷曲的頭髮 希臘是長袍 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 和古希臘阿波羅神的樣子 有很多相似之處 箭陀羅藝術真是太偉大了 它結合了東方的思想和西方的手法 用如此柔美的線條 把堅硬的石頭變成了沉浸具象的美 這座貴霜時期的賈屋立安寺院 曾是尖陀羅地區的最高學府之一 21座小型佛塔圍繞著寺廟中心的設立塔 塔身上雕滿了各種佛像 公元五世紀這裡被毀 這些灰泥雕像很多都已殘缺不全 但是走在這裡 依然可以感受到近2000年前 那份莊重和神秘的能量 Julian寺廟群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 這個大學之一 曾經在這裡教授的有阿裕斐陀醫學 天文學還有佛學等等 那麼上個世紀初的時候 考古學者在這裡也發現了 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尊療癒佛的雕像 賈屋立安寺院不大 但是非常的緊湊精緻 佛塔附近還建有集會廳 廚房 倉庫和浴室 以及28間兩層樓的僧社 玄藏曾來到過這裡 但是那時生活在這裡的人 普遍信奉印度教 從地理位置來推斷 玄藏當年很可能再次留宿 寺院已經荒芜 而玄藏則沉浸在已經遠去的 輝煌當中 這一地區是四到五世紀 中國僧人西行求法巡禮的中心 易經的古印度僧人也大多出自這裡 其中這個叫做斯瓦特的城市 是玄藏在大唐西域紀裡 出現次數最多的地方 1837年 英國人亞歷山大康寧漢姆驚喜地發現 原來他們一直不能破解的考古遺址 和一位中國僧人的詳細記錄 有著驚人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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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適合 來到過斯瓦特 這裡的考古遺址異常豐富 目前為止也只是挖掘了5% 陀羅寺就是其中的一個遺址 整個建築設計龐大而工整 圍繞佛塔的主要廊道上 依稀還能看到這裡的地面 曾經鋪滿的青金石殘留 發現到來時 這個曾與漢朝 羅馬 安息 並列為世界四大強國的貴雙王朝 已然溃滅 昔日的帝都 如今只是一個名為佛羅莎的小國 面對此情此景 發現也難免有所傷感 其實他不知道 自己已經比後來的玄奘法師 幸運許多 畢竟他親眼看到了 昔日貴雙王朝國王所見 號稱世界第一的寶塔 以及國中敬奉佛法的身況 尖陀羅的建築和雕像 可以說開創了眾多人類藝術的歷史 塔克特18180年代 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 是巴基斯坦規模最大的古代寺院遺址 散落在延綿山脈上的建築群 雖已破敗 但是依然壯觀 移址的中心部分 是一座層層層的 宰塔克特�있 移址的中心部分 2000年 對 它沒有跟俄羅斯的建築 沒有跟俄羅斯的建築 這是最初的建築 遺址的中心部分 是一座曾有6米高的佛塔 現在只能看到1.5米高的塔基 周圍還環繞著眾多小佛堂 以及僧院 住宅 集會廳等建築 貴霜時期 中亞出現了平面為方形的佛寺 於是借鑒了圍郎形式的李拜道 形成了回字形的佛寺 塔克特181長達一個世紀的挖掘 也只是讓我們看到了這個遺址的60% 塔克特181出土了很多珍貴的雕像 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存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博物館 白沙瓦博物館是世界最大的 尖陀羅藝術博物館 我們來到這裡時已是夜幕降臨 館長薩瑪德博士專門打開了燈光 這是一座英國殖民時代留下來的 一個巨大而典雅的建築 主要的展廳就是當年 英國人的宴會廳 無數精美絕倫的尖陀羅雕像 在這個巨大的空間裡 沉靜而莊嚴地處理著 白沙瓦博物館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展出佛陀從出生到滅渡 整個過程雕像的博物館 這裡有四萬件藏品 兩千件在展 其中有一百件藏品正在中國展出 很多學者認為 第一尊佛像很可能就誕生在 貴霜帝國的中心 尖陀羅 而佛的形象具體化之後 就被賦予了神聖的屬性 這些造像讓人深深地感受到 人類可以通過感官形式 如此精妙絕倫的藝術創造 來傳播背後的信息 這個呢是喬達摩西達多的時候 王子的時候 但他給予的一些陳名 和當時的這些不同等級的人 一個無畏不失 釋迦摩尼王子當時認為 人跟人是平等的 當時非常地有顛覆性這個想法 巴基斯坦 凱布爾普赫土赫瓦政府 考古及博物館館長薩馬德博士 管理著2000多個尖陀羅遺址 以及20多個博物館 幾十年來 他一直投身於 尖陀羅文化遺產的挖掘 研究和保護 並且以非常開放的胸懷 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一起加入 作為尖陀羅文化的保管者和守護者 他的腳步踏遍了這裡的角落 位於巴基斯坦KP省的 這個包馬拉佛教建築群 是一個非常壯觀的佛教建築遺址 它就坐落在這個哈魯河旁邊 從上個世紀初開始一直到今天 不斷地有令人驚喜的考古新發現 雖然每個遺址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薩瑪德博士卻和帕爾瑪拉 有著特殊的情感連接 無數個日夜 薩瑪德博士站在英國人留下的 考古廢墟上 凝視著靜密的山體 試圖從已知的信息中去想像和推測 埋藏在地下的位置 這裡有好多佛像都是非常的完整 和在博物館裡面隔著屏幕去看 這些佛造像 感覺真是太不一樣了 太美了 你看 栩栩如生 幾年前 薩瑪德博士團隊有了震驚世界的發現 這是一尊長達15米的佛側滅渡雕像 我們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樣態 因為還有一多半還需要修復 但是如此巨大的體諒 在巴基斯坦前所未有 佛教藝術從阿語王到古千陀羅的帝王 從無像到有像 從破壞到修復 所有一切的變與不變 或許都可以從這位智者 在菩提樹下那個瞬間的領悟中得到答案 在地球的生命傳說中 人類的故事雖然短暫 但卻沒有停止過對秩序 美好和歡樂的探索 戰爭與和平激發了文化的創造 以及對生命的深度思考 西方的亞歷山大和東方的阿語王 在這裡相遇 他們共同完成了 尖陀羅藝術的交相輝映 尖陀羅文化歷經一千年 讓我們看到了人類互相包容 和平共處的可能 以讓無鹽的石頭 散發出生命的厚度和溫度